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又想你帮我们听众分享下一个问题 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一定会接触过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可能会有关于一个水痘的问题 Chickenpox 相信以前我们小时候 都听爹地妈妈或者老人家说 差不多每个人都应该要出过 要经历过这一件事 但是后期可能又出现了什么免疫苹 令到现在好像有些人就说不用出 但是发觉到年纪大了的时候 才来到出那个水痘 那个辛苦的程度 比起那些小朋友出的时候 就更加严重 可能还会有一些病发症 麻烦袁医生 不如帮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解释一下 究竟水痘应该是怎样去诊断出来 或者是有什么症状 而我们怎样可以用同类疗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水痘是一种急性病毒性的疾病 通常是年轻的那些儿童出现的 通常是属于一种叫做 带状的抛 抛疹的病毒 也都是 会造成这些 一种叫做带状的抛疹 就是那个山蛇 这些是同一种病毒的 通常是经过那些 鼻歌喉咙的飞沫而传播的 好了 症状方面通常都会出现一些 轻微的头痛 发烧 还有有些不舒服 身体就会出现一些 有液体的那些瘡 那些水泡 慢慢地就会结架 结了架之后 基本上 传染的时间就已经过了 好了 通常一个人 一生最多是出现一次 以后就要一生免疫 当然 今时今日也有些人 没有生的 刚才你解释了 如果你生一只不生 到你大过再生 病情会更加辛苦 好了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病 我觉得应该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和疗化是很容易处理得到的 好了 水痘是一种水 传染力很高的 可能会出现一些疗 所以当生她生了之后 可能疗疗 如果疗疗 如果疗疗 疗疗疗 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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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要小心,要留意,要处理它 好了,千万不要让审婚仔出水痘时 因为烧就被吃亚时不宁这类药 因为这些病毒性的感染,那些发烧 如果用亚时不宁这种药物 是会产生一种叫做镁氏的综合症,Ryne syndrome 这种是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 这种是会影响脑袋和肝的一种病 通常就会作呕作门 而且身体的脑袋会突然呆滞,失忆 以及寸寸迷迷,也会致命的 所以大家记住,一般病毒性的烧 不要用亚时不宁这类的退烧药 好了,我们也要慢慢设 先看看,留意一下皮肤的疹是怎样 是否有水泡呢?是否有浓呢?是什么颜色呢? 看看在身体哪个部位出现,面部多呢?身体多呢? 而且它爆出来的疹是否有很大粒 而且有没有一些液体是滲出来的 也要看看病者的面色有没有跟他平时有什么改变 看看其他有没有看到的那些症状 好了,那就要听一下病人怎样说了 如果发现一个病人就说,千万不要离开我 这个呢,经常有人陪着他呢? 那你想想的疗剂就是白头翁,白头翁 如果他的反应是刚刚相反 你走开,看也不让你看 或者看着他都发生扭 头就拧在一边 那么这个症状的疗剂呢?是antimonium crudum 是流化梯 antimonium crudum 是流化梯 好了,如果发现呢? 他痕到就是拼命拗 和你的身体是不断地动,很不安呢? 这个症状呢?就是Rust Toxicodendron 是野角,野角这个症状的 好了,那问一下病人,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那你那个情绪有没有影受影响啊? 那你平时喜欢吃的食物,口渴的情况 有没有因此而改变了? 那就是问一下那个病人的反应 好了,跟着呢,在同学疗发现一些特别的简单的指引 OK? 如果你发现呢,对一些好痕好痕的水痘呢? 第一个疗剂呢,就是野角,Rust Toxicodendron 好了,如果那个水痘呢? 那个疗剂呢?是渗透一些好像蜜糖养的这样的分泌呢? 还有跟着呢,就有结痂呢? 那还有口呢,你看看一条尼胎很白呢? 那你就想到这个疗剂呢?就是Antimonium Clutum 就是一个流化梯,OK? 那如果主要的症状呢? 你发现呢,它有很多些痰咳,痰比较多的咳 那这种的情况之后呢,你就要考虑呢 Antimonium Tartaricum 是酒石酸蹄 酒石酸蹄 Antimonium Tartaricum 好了,如果你发现呢,这个人呢 是異常地发敏诊 还有呢,不让它触摸,看都不准看呢? 尤其是呢,它发现那条皮肤好像很紧 要它能够说到,形容到这个症状呢? 那这个疗剂呢,就是Crotum-tigrium Crotum-tigrium,就是巴豆这个疗剂了 那如果这个疗剂呢,很疗心啊,哭泥啊,又不口渴啊 那这个呢,大家可能都想着呢 白头翼,OK? Pulsatela 那用法通常呢,使用30细都可以的了 每2-4个小时,就吃一次 一般来说,三剂之后应该会有改善 起码在恨那方面,没有那么恨 当然水斗没那么快,几个钟头走 如果三剂之后发现,好像没有任何改善 就可以转疗剂,即是你有这几种疗剂 在我们的指引之下去应用 你很大很大机会很快找到一个对的疗剂 就是帮助这个病人 好了,除了这个疗剂疗剂 我通常觉得会令到病情缩短很多 当然要经过一个阶段 那些水泡,要结架慢慢掉 慢慢的那些疗剂就会掉 但起码可以令到没有那么辛苦 和缩短的过程 好了,那自己要留意些什么呢? 第一件事呢,就要保持那个疗剂的水斗出现的地方 就干净了,就不要被它感染到 而且尽量就不要拗它 因为你拗损了之后呢 你出现那个疗剂可能需要时间很多 有时候你可以试试用冻敷一下那些疗剂的地方 或者是浸一下,我们叫做蜜片肉 将那些蜂片可以摆下水 或者是用一个汤包包着去浸水 浸水浸时似,可以用搅拌器 底下將它打打打打打完粉之後 就放進浴缸浸浴 這個會幫助你止痕 還有如果在傷口裡 我們可以幫傷口埋得好一點 我就用金棧花 或者膠成銀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好 那就麻煩袁醫生 幫我們再詳細介紹一下 你剛才提到的幾種療劑 讓聽眾如果遇到家中的小朋友 甚至是大成年人才發出的水痘 都可以更加容易切合到療劑 所以令到病情及早可以醫治和控制 好的 那第一個療劑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 英國可能什麼都忘記了 那你先想一下 那個是野國 Rootstock 那野國的陣營就是 那個療劑是很交關的 療到它 人就不知怎麽好 弄來扭去 扭來扭去 總之人是很不安 很不安的感覺 那野國也是怕冷 怕濕冷 或者濕的 夜晚會差 越拗越差 那野國有很有趣的症狀 他會喜歡喝凍奶 OK 那另外一種 我都覺得是 都可以說都是常用的 那就是那個 白頭翁 Palsatela 那通常都是 都會出現癢的瘡 出水泡 出水泡 還有會有結痂 那通常那個小朋友就容易 是很 即是容易哭泣 很扭靈 但也都很癡人 就是要你抱著它 要你抱著它 那還有白頭翁通常在病的時候 就不是很口渴的 但那個性情就改變得很厲害 總之是很癡身的樣子 那白頭翁那種痕都是怕熱 熱的時候呢 令到痕是更加厲害的 好了 接著呢就是那個 Antimonium Crudum 就是那個流化梯了 那流化梯呢 主要呢 你會發現那些瘡 是滲出來的那些 分泌物呢 好像蜜糖般是很稠的 接著呢就慢慢地是稠 超硬了的痕在上面的 那通常那個痕呢 那個痕呢 又痕得來 是又輕又熱的 尤其是在床那裡 一暖起來呢 就更加痕和痕那種熱的感覺 那流化梯的人的情緒狀態呢 都是很敏鎮 就是很敏鎮 不想讓你碰 不想讓你盯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呢 你看看它離胎呢 是很白的 如果看到這個呢 就打算是流化梯 Antimonium Crudum 好了 另外一種呢 又是跟梯有關的呢 就是Antimonium Tartaricum 就是那個酒石酸梯 那這個主要的症狀呢 除了看到它的症狀呢 就有大藍的 有蝶蝶 但是有少少大藍的 那最重要呢 它有些呢 你會發現呢 它在呼吸系統那裡 就有些很痰聲的咳 就是很多痰 它這個禄也是比較痰的 不是肝咳 那它本身的人的精神狀態呢 也都是不想有人陪它 不想有人搞它 就去獨處會舒服一點的 那也都有些情況呢 我們發現呢 在那個酒石酸梯的症狀呢 它們的病的過程裡面呢 它那些疹的症呢 是很遲才爆出來的 就是你覺得它咦 不舒服哦 有這些症狀哦 又咳又等等 但是當然皮膚那裡 很遲才爆出來呢 那這種情況呢 我就會想到 就是如果你知道 其實都應該是那個拋疹啦 但是不要緊的 當你聽到它的痰聲 很重的痰聲呢 痰吸呢 你都會想到 酒石酸梯 那你用了酒石酸梯呢 很快呢 皮膚的症呢 就會爆出來的了 好了 那最後那種呢 就是巴豆了 就是Crodum Tigrium 巴豆 Crodum Seed Oil來的 那通常呢 就是它有些水泡很大的 很痕很痕的 又痕又痛的 你拋一下它 就更加更加痛 那它覺得皮膚呢 好像慢慢緊 皮膚又紅又清又燒 OK 那通常呢 它很容易爆的地方呢 在那個面部 和陰陰 就是性器官附近 那種的那種 那種那個泡呢 那個那個水泡呢 就水豆呢 爆得特別嚴重的 好啊 那就多謝袁先生 幫我們介紹了呢 剛才那五種療劑 關於出水豆的 那個處理的方法的 那就希望大家的聽眾呢 又記下了我們的資料 那我們就 我們六創二那裡呢 常備了有些套裝的療劑 那可以大家呢 可以買定回去 做開門口啊 那如果真的發現到 出現了這些的 水豆的時候呢 就可以呢 及早去醫治了 那剛才也提過了 因為有時候呢 它都是會很癢的 那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不及早了 用療劑 減輕了那個癢養呢 那就會自然 不要說小孩了 大人都會不斷地拗 拗到呢 又有傷口時候 又會有感染 或者是會有那些疤痕出來的 那希望就是說 及早去醫治了 就不會搞到它 有些後遺症 或者 或者剛才也提過了 如果一有發燒的時候 就真的千萬不要用那些阿絲不靈 一個很簡單的 一些兒童的病 就不會去到一個 變成嚴重性的問題 多謝阿袁醫生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阿袁醫生預約做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療劑 或者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跟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聯絡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治療法瑜理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麻煩你了,袁醫生 拜拜 大家收聽,拜拜